无缘东京奥运会和新冠疫情带来的连锁反应 让中国篮球内忧外患 而三人篮球项目成了中国男子篮球唯一的突破口 以更强的阵容出征东京 是激活男篮的一记强心针 而胡金秋就是这枚锋利的针头 这名来自浙江广沙的球员 功可以肆虐篮筐 手更是遮天蔽日 在上赛季CBA联赛中 胡金秋场均出战35.7分钟 得到23.5分 9.7个篮板 1.5助攻 外加1.3个盖帽 两分球命中率达到64.8% 而在两战三人篮球集训赛中 胡金秋更是大杀死方 124投99中 命中率高达79.8% 证明了自己打三人篮球依然是国内顶尖 期待在金色年华中打出秋风扫夜的气势 胡金秋 东京奥运 看你的 三人篮篮的最终名单引起球迷广泛讨论 在CBA发挥出色的高诗言成了背锅侠 在两场三对三集训比赛中 高诗言合计8中0 只有三个篮板入仗 从五人制篮球到三人制赛场 高诗言还需要尽快适应 毕竟两者在体能的分配 攻防轮转的速度 传切球的时机方面有太多的不同 但我们更倾向于高诗言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掌握三人篮球的要领 能很好的适应比赛 毕竟在上赛季的CBA中高诗言的表现太过于惊艳 上赛季代表山东南篮出场50次 场均32.4分钟的时间里 贡献12.9分5.4个篮板7.1个助攻2.8个抢断 既有单赛季两次三双的疯狂 也有绝杀老东家的大心脏 正如三人南篮主教练刘振说的 高诗言的持球能力和对进攻的梳理能力是团队最为看重的 进攻沉醉如诗防守坚如磐石 期待高诗言在东京赛场上用实力将置疑驱散